这身手要钱太不像话了 那你是不是我好大哥 那还用问嘛 所以说那照顾弟弟是天津地的事吗 你听到佛在那干什么 鬼上山啊 不知道哪个混蛋拿这个东西砸我 我也不知道哪个混蛋放这个玩意儿在我的被子里边 这个闹钟是我的 真混蛋 那个闹钟是我特意放进你的被子里 我每天晚上下班回来的 你还没有起床 从我每天早上上班的 你又没回来 拜托你从事人到公司去 你别胡说八道了 我前年刚刚去过 那你还知不知道那个公司在哪儿 不是香港就是九龙 要不然就是新建 刚刚搬到了里岛长州 你这不是故意陷害我 小叔 你吃过早点了没有 你猜 我猜你没吃 真聪明 那你想吃点什么 吃火锅 我想想办法 大哥 我今天毕业典礼 你来不来 你连天都毕业了 喂 哦 是啊 我是老梁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九点钟天吧 小飞啊 喂 哦 哈喽 哈喽 耶 耶 好 拜拜 拜拜 喂 小飞啊 对对对 是是是是 不好意思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阿公你来吗 我真的喝下去啊 但是吃完这个早餐 太阳已经落山了 没办法 老爸 你呢 我要去学滑浪风帆 什么 你去学滑浪风帆 怎么了 别开玩笑了 上次你又说去学 学什么 潜水 哦 学潜水 差点在水里出不来 愣说在水里有人抢劫他 那是有人勒搏吗 算了吧你 去年你又说要去澳门赛什么车 其实你只有四行车牌 你有完没完了 看看你自个儿 书也不好好念 事也不好好做 就会伸手要钱 生错你 说的对啊 你还没有征求我的同意 就把我生出来了 现在正好算账 给钱吧 好笑子了 还顶嘴 是不是想打啊 打就打 来啊 笑着笑什么 我告诉你 总有一天我会赢你 这就才好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